來 夥伴們 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個 今天可能有機會要 要南下 然後發現 阿元在桃園 然後要南下的時候 哇 還在賽車 還在賽車 所以需要再等一等 好 OK 來 我們再來聊那個Cyro Center 我們叫對掌中心或掌性中心 就是 具有那個SP系列的 SP或SP2的話 並沒有開掌中心 並沒有對掌中心 就只有SP3 就只有SP3的時候呢 它有對掌性 就有對掌性 好 一句話就這樣子 來 我們來看 這邊 這個東西叫做氫氫酸 氫氫酸的時候呢 它是對稱的 它是Copy的 雜亞瑟這邊是一個鏡子的時候呢 Miro在這邊 它是直接就是Copy直接移過來 它是一模一樣的分子 它照鏡子的時候呢 不是豬八戒照鏡子 是它照鏡子的時候呢 這是乙拳 乙拳對乙拳的時候呢 它照鏡子其實就是翻過來而已 它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 再來呢 那個 這個東西叫做甲碗 因為它一二三四四個都是氫 四個都是氫 然後呢 它照鏡子的時候 其實就是它翻過去 一模一樣 不用多說 好 再來這個 這個東西 一個碳 兩個碳 兩個碳之後呢 這個叫做 叫做移碗 移碗的時候呢 它這個沒有不對正碳 它三個都是氫 所以呢 它這邊只是一個那個旋轉一百 一百二十度 就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就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它不是 它不是 它是照鏡子沒有錯 但是跟原來是一模一樣 這個東西很好玩 這個東西叫一個碳 兩個碳 一個OH 這個叫乙醇 這個叫乙醇 乙醇長這樣子 哈哈哈哈 對 我怎麼跟你解釋呢 那乙醇的時候呢 因為它兩個是氫 所以呢 它轉不出來 它就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乙醇沒有分為光學液購物 好 再來 這個最好玩的 來這邊 1 2 3 有 兩個碳 有一個OH 有一個這個 那我們會把它稱為 槍機乙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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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四字手接的東西都不一樣 四字手接的東西不一樣的時候呢 它必須把這兩根拔斷 再插回去 才會變這樣子 要拔斷再插回去 才會變成它靜向液購物 怎麼可能 拔斷是什麼意思 要把貢架劍破壞 沒那麼簡單 貢架劍破壞 沒那麼簡單 所以呢 這個東西是光學液購物 前面一串的 有三件 沒機會 有雙件 沒機會 四隻手相同 沒機會 三隻手相同 沒機會 兩隻手相同 沒機會 就只有它四隻手不同 又是SP3 它有光學液購物 OK 所以它這寫式的也OK 這是我覺得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好來 好 就要連接到SP3 那個混成 鬼域的四個不同集團 有 需要有兩個不同的構型 作為不可重疊的鏡像相關 這個就是Kairo 這就是Kairo 由於結構代表不同液購物的化合物 因此需要形成於破壞 即為用化學變化來使它們互相轉化 例如圖3-3-3-3 好來 一個原子通常是一個帶有四個不同集團的碳 這個東西叫做掌性中心 Kairo center Kairo center 這個東西不難 但是要學的過程中 你要花力氣去理解 好再來 手掌中心通常是那個 那個 OK 手掌中心 OK OK 對不起 Kairo center is often a cause of the chirality of a molecule 講用來比較順一點 來這邊 好再來 然後呢 那個有一個字 立體化學符合 例如DL或RS 這時候來區分它兩種情況 用D或L或R跟S來做它的情況 好來 這邊有個字叫Absolute Configuration 絕對構型 是由立體化學描述手近分子的實際空間排列 OK 再來 Stereo center 這個結構中心 立體中心 我翻譯成立體中心 立體中心至少是三個不同集團的原子 軸平面 彼此交換兩個會產生新的易購物 而Kairo center 是立體中心的子類 Kairo center 是你的一部分 例如圖3-3-3-3 圖3.1-1 順二丁C酸跟反式的二丁C酸 它的CC雙劍會有三個不同的集團 它是立體中心 反之它跟任何交換的時候 例如甲基跟氫交換的時候 會把它轉成立體結構 反之亦然 再來看到立體化學的Descriptor 兩組立體化學的描述 及D或L或R或S 在下面進行 我們開始來看 第一個 DL DL的立體化學的敘述 這邊通常DL是用在糖類 或者是氨基酸的敘述 在肺血投影室當中 單糖具有在頂部或頂部附近的 全基或銅基 其他每一個碳都有一個存基 除了末端之外 末端的不是守性 其他的都是守性 好 這個東西怎麼解釋呢 這個東西怎麼解釋呢 沒關係 我複習的時候再跟大家講 因為這東西很重要 但是不適合直接考 好 不適合直接考 好 再來 然後呢 如果我們再看到 單糖肺血投影室中 最底部的 最底部起算有開掌性的碳 如果OH在右手邊 它就是D 如果在左手邊就是L 請看圖3.4.4 在這裡 欸怎麼沒有 它這個圖一時 可能一時之間不見了 來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阿我知道 用D 我剛剛看到L 所以我就在用D好了 來 就變直線 阿怎麼沒有直線 好吧那算了 來 這個地方的話 我跟各位講 這邊講 好 這東西叫做六碳糖 那六碳糖 我用中文給大家 大家可能不要那麼排斥 好 那六碳糖的時候 他要講一句話 我們看看課本這句話 課本這句話 就是說 在肺血投影室最底部的掌性分子 最底部的那個 從下面數上來的 上面的是碳編號尾1 下面的是最下面 如果他的右邊就是為D 在左邊就是為L 好 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看我們最熟悉的老朋友 葡萄糖 葡萄糖在哪裡 葡萄糖在這邊 來我們把它放大 葡萄糖呢 這個有兩個氫 不算 它不是最小的 它不是最底部 最底部是這個 最底部的時候 把它畫成這種十字架 魚骨圖的時候 OH在右手邊 它就是D form 然後呢 焦老師 你這樣不要框我 像這個糖我沒有聽過 但是它也是最 在這邊 右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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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右手邊 對 所以全部都是D 全部都是D 有沒有看到 OK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D的意思 那你會的話 你就會知道 L氨基酸 就是這樣的情況 L氨基酸 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來這邊 這邊另外一個是 還有氨基酸 丙氨酸的圖示 來我們看到 來 好氨基酸 好氨基酸 它沒有按照那個去畫 那我簡單來講 就是氨基酸它這樣子畫完之後呢 畫完之後呢 其中它的這個氨基壓扁之後 在左手邊 在左手邊 所以它是L form的 它是L form的 好來先這樣子 好來這個東西 一個連字符號 把它畫成D form 或L form 它定義是這樣子 好 來這個東西 我會再複習 然後呢 那個也是amino acids 也是一樣情況 它會有這個情況 然後呢 從最下面開始 最上面的是 更正 最上面的是COH 最上面是COH 然後再來是中間的α碳 再來呢 是第三個碳 第四個碳 第五個碳 但畫完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它上面有 amino group amino group 壓扁之後呢 是在它的左側 多數是位在左側 也有右側的 也有右側的 好 所以呢 如果amino group 位在它的右邊 就是D form的氨基酸 那就以大自然界而言的話 不曉得為什麼 大部分都是L form的 好 所以呢 它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出來的 好 再來 天然的糖 具有D form的結構 天然的糖 天然的氨基酸 除了少數之外 大部分都是L form的 天然的糖 絕大多數都是D form的 那你說 我吃到L form會怎麼樣嗎 老實講 我不知道 不曉得會不會有毒 好 接下來呢 雖然D form不是IUPAC 但是這樣子很好懂 很好懂 因為這個是實際上做出來的 實際上做出來的 好 來 我們先暫停一下 我們先暫停一下 好 感谢观看